在三四月间沿着园林圆南路腾山步道往山上走去 皆被覆盖在油童花海中 园林镇公所14日上午在腾山步道上景观平台举办 2010客家童花祭童午春风乐享客庄活动记者会 现在是油童花圣开的季节 在我们园林镇的运动公园上方的腾山园步道 有我们很多很多童花宿 现在童花也都在你圣开 园林镇公所配合县政府和客家委员会 特别在4月18号礼拜天早上8点开始来 办理赏童花建训的活动 大家可以收集来这赏童花 而且我们还有客家的赤字 也有童花的宝宝 客家的麻糬 这个童花柜 还有很多勉会的咖啡 有人要提供 让我们来游客可以享用 是一个踏青的好日子 欢迎大家在4月18早上8点 来园林腾山园步道 来着践行赏童花 园林镇长吴忠宪表示 园林镇历史皆源自客家文化 为重拾客家文化人文及私骨悠情 促进白果山休闲风潮及观光 18日上午将举办2010客家童花祭 活动当日并邀请乡亲 践行赏童花 客家舞童 童舞春风乐享客庄等活动 让童花祭活动不仅活动内容丰富 更饶富趣意 如üğ 。 八 十 二 notification 感谢观看